关于三变数函数 它的Lagrange乘数法呢 我们可以仿造二变数 下去做类似的推广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呢 有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呢 是F of XYZ 那我们现在要下去求这个函数呢 它的局部极大或局部极小 那么这些XYZ呢 它受到后面这个条件的限制 也就是说这个XYZ 你带到这个G函数里面去呢 必须要让它等于0 或者说呢 这个XYZ呢 就是要满足这个方程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下去求F的极大极小 那它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先另一个W 它等于这个F of XYZ 减掉Nanda乘上G of XYZ 那这里呢 这个就是乘数了 那么这个定理呢 它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X0Y0Z0 可以满足下面这个一阶检验 也就是四个条件 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呢 那这个F of X0Y0Z0 一定是这个函数的极值 那么这个条件我们看一下 因为W是一个三变数函数 然后又引入一个乘数Nanda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四个变数 那我们先把W对X W对Y W对Z 先做偏微 另外呢 W对Nanda也下去做偏微 那做完偏微之后呢 通通令它等于0 通通令它等于0 那令完等于0之后呢 就是要下去呢 做什么呢 解连利 你要把这个连利呢 把它解出来 那解出来的这个连利 如果是X0Y0Z0 那么这个定理它告诉我们呢 你把这个带到原函数里面去 这个一定是原来这个函数的 极大或极小值 那原本呢 还应该要检验二阶条件 不过这边二阶条件太复杂 所以我们就把它省略了 那这样讲非常的空洞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个例子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同学要记得呢 就是你拿到这个目标函数 拿到限制式之后 要求目标函数的极大或极小值 那我们就是先令这个W 让它等于这个目标函数 减掉nanda乘上这个限制式 然后呢 分别对它 对X对Y对Z 对nanda作为分 作为分完之后呢 通通令它等于0 下去解这四个式子的连利 那解出来的那一个解 X0Y0Z0 带到目标函数里面去 产生的那个值 就是它的局部极值 就是它的局部极值